我以后,徐远王评说评论,评说西州,我们接着说周穆王 周穆王评定徐远王叛乱以后,工作中心基本上到了东方 所以这个时候呢,洛仪这个靠近东方的办公室可能发挥了作用 以洛仪为大本营,周穆王率领州军继续东进,抵达九江,而后南征 太平预览卷七十四,引报五子说 周穆王南征,义军进化,君子为元为贺,小人为虫为杀 这是一件很奇怪的记载,君子成为了元,成为了贺,小人成为了虫,成为了杀 说明这次南征呢,未必顺畅,或许有一支军队,全军覆没 但是经过多年的经营,周穆王的东征和南征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在南征取得成就以后,周穆王模仿祖先 在屠山,这个屠山呢,在今天安徽省淮源县东南 会和诸侯举行诸侯大会 在会上颁布了著名的法律,旅行 这个旅行呢,也称俯行,因为它是由俯侯制定的 其中包括墨行,也就是脸上刺字,一千条 就是有一千条,醉行会在脸上刺字 异行,一千条 这异行呢,就是割掉鼻子 冰行,五百条 冰行呢,是挖掉膝盖骨 弓行,三百条 弓是阉割,阉割的行法三百条 还有大批,就是杀头,两百条 有两百种罪,必须杀头 这五种刑罚合成五行 五行虽然严厉 但可以以罚款,可以以黄铜的刑事进行处罚 这就让服务人们和掌管刑事的官员 有了空子可专 与陈康之治的刑罚四十多年不用不同 这时需要用严酷的法律来约束诸侯贵族和百姓了 所以表面上看 穆王东征习讨 国家似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盛 但他折射出的就是盛级而衰的征兆 衰势很快就会跟着来了 关于忠王的评价也有两大类 一类是以批评为主 主要有史记、国语 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 喜慕王欲似其心 周行天下 将结必有车者马记焉 史记周本记 国语周语上 说他不听劝谏 滥用征伐 导致与周边野蛮不足的矛盾生机 史记秦本记说他 惜寻寿 乐而忘归 史记诏诗家也有类似的记载 列子周末王记载了这位天子 不续国事 不乐臣妾 肆意远游 楚词天问也写道 穆王巧眉 夫何为乎周柳 王不理天下 夫何所求 而另一类呢 赞扬的居多 比如一周书 西周中期的明文史盘墙等等 从中会发现 另外一个穆王的形象 这里就涉及对周末王时代的评价 因为周末王 南巡不归 死于非命 甚至上六世余汉 因此对于周王朝的打击是很大的 相当于挨了一击重拳 但刚刚经历制式的强大的周王朝 不可能就此倒下 实际上 从当时的记载来看 周王朝仍然处在上升期 周末王时期 国力是强盛的 周末王的意外 会影响到周王朝的形象 因此 穆王继位以后 历经同志 从见如流 国力很快恢复 按照一般的逻辑推理 知识以后 紧接着 应当是一个盛世 即使没有明显的盛世出现 也应当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期 因此 穆王在位55年 应当是周王朝的全盛时期 至少是维持了一个全盛的样子 从一周书中 我们可以看到另一个周穆王 对于周穆王这个形象突出的 是他的功绩 是一个具有浓厚忧患意识 秦镇爱明的君主 春秋楚大夫吴子虚的祖父吴举 在劝谏楚国军的时候 把周穆王与商汤周武王 以及齐桓公晋文公等一代雄主相提并论 可见对穆王也是肯定态度的 管仲对齐桓公说 周穆王效法文王武王治理国家 取得了一定的功级 而成就美名 成为春秋时代霸主 称道羡慕的对象 因此 我觉得呢 周穆王时期 国力强盛 周王朝在西部的影响 已扩展到了很远的地区 穆王又致力于向东南的发展 通过巡游 使许多方国部落 归顺于周的统治 对周的巩固和发展 具有积极意义 但这时的强盛不是称康之志的志士 社会充满希望 充满机遇 而是越赢则亏 水满则移 充满了危机 然而国家的强盛 一时折盖了这些矛盾 在周代史观笔下的 周穆王是一个充满智慧 而又能统一四方 威震与内的君王 他用自己的雄才大略 将周文化的影响 进一步传播开来 周穆王东征西讨 范威之广是他的前辈 所不能及的 通过他的征伐 周王朝顺利扩大疆土 加强对四方蛮夷的统治力度 有力地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 在文武陈康 四代统治者积累的 强国之本的基础上 得以展现的 大方舟威信的强势证明 周章王在位19年 史记只用了30多个字 做了描述 周穆王在位55年 史记用了三个字燃断 大约300多字 而其他文献的描述就更多了 史记上说 周穆王继位时已经50多岁了 而且在位55年 这样他可能活了105岁 如果这样算 他一定是一个心态好 环境好 生活好的三好天子 政治环境 与帝王的身体有一定的关系 在位期间 繁星式缠身 持续不断 帝王一定活不长 像清代的咸丰 又是因法入侵 又是太平偏国 所以他只活了31岁 实际上呢 我们进行推理 司马迁在穆王的年龄上 这个记载可能也有误 为什么呢 因为周穆王是周章王的儿子 康王的孙子 承王的征孙 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测算 如果称王在世 也不过七十八九岁 穆王的曾祖不到八十岁 作为曾孙的穆王 已经五十岁了 四代人只差二十岁 显然是不合理的 再加班加点 也生产不出来 所以穆王继位时 不可能是五十岁 按照十九岁一代人计算 三代人是五十七年 七十八九岁减去五十七 穆王的年龄 应该在二十岁左右 但忠穆王在位五十五年 得到了认可 这样忠穆王二十岁左右继位 七十多岁或八十岁左右去世 在中国历史上算是很长了 中国历史上在位超过五十年的帝王 其实没几个 著名的有康熙六十一年 乾隆六十年 如果把他让位嘉庆的时间算上 实际掌权达到六十三年 汉武帝五十四年 不太出名的梁武帝硝衍 五十二年 辽圣宗耶律龙絮 五十一年 上面几个超过了五十年 封建帝王在位超过四十年的 其实也没几个 大多也很著名 比如宋仁忠四十一年 唐玄宗四十四年 明神忠万历四十八年 民室忠嘉靖四十一年 超过三十五年的有秦始皇 三十七年 另外呢 春秋战国时期 一些国君在位时间也不短 比如著名的五八之首齐皇宫 就在位四十二年 在中国历史上 帝王在位的时间长容易出名 这不是说在位时间长 能混个脸熟耳熟的 而是因为其他两种情况 一是可以制造智世 盛世 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智世 尤其是盛世 与皇帝在位的时间 有一定的关联 比如汉武盛世 开元盛世 康庸前盛世等等 历史上发展比较好的时期 也是皇帝在位比较长的时期 汉光武帝刘秀在位三十二年 宋仁忠赵真在位四十一年 帝王在位时间长 给一些有才能的帝王 以施展才华的时间和空间 也便于政策的连续性 否则 今天一个样 明天一个样 后天就不像样 但是中国封建王朝 由盛道衰 也与帝王在位时间有关联 比如明朝的万历 唐代的唐玄忠 清朝的乾隆等等 遇到一个无能的君主 不思进去 长期不作为 王朝往往从此一蹶不振 走向衰亡 下的孔甲 上的吴蚁 和周的周南王也可以归到此类 周南王在位五十九年 最后亡国 帝王在位时间长的 往往初期历经图治 但在达到一定效果以后 就不思进去 最后走向衰落 好 关于周穆王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大家的收听